陳時中選總部成立 上台致詞先向選民信心喊話 我對這座城市有深厚的感情 所以我義無反顧 因為台北就是我的家 就是我的故鄉 陳時中首場大型封街造勢活動 支持者幾包會場 主辦單位喊出現場突破一萬人 這裡正是和總統蔡英文 二零一六二零二零年 慎選的同一個地點 身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蔡英文 壓軸登場 把現場氣氛帶到最高點 不只給出三個支持理由 民進黨還出動服務院黨四大天王 打破綠雲低迷氣勢 行政院長蘇貞昌替老部署喊到燒瞎 前後任副總統賴清德 陳建仁也接連駐獎 喚醒支持者凝聚力 包括前衛生署長 突醒哲 衛福部長薛瑞源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王必勝也都到場立挺 正當支持者一片大團結 遭到開閘的前民進黨立委 鄭寶欽廣播車突然現身快閃嗆瞎 連路都不能過了 幸好意外插去 無法掩蓋民進黨吹響 反攻號叫 華視新聞 張宇軒 六位成 台報單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